主料,低筋面粉150克,黄油30克,鸡蛋一个,细砂糖20克,炒熟的黑芝麻20克,盐1分1小勺,牛奶20克,辅量,泡打粉1分1小勺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1-2小时,低筋粉,泡打粉,盐混合过沙到一个深盘里,然后加入细砂糖,以及软化的黄油。 用手揉搓成出玉米粉状,然后加入全蛋液,再加入牛奶,用手揉成面团,揉至表面光滑即可,不要揉太久,倒入炒熟了的黑芝麻,继续揉1分钟左右,揉均匀,用保鲜袋盖好,静置30分钟,将面团改制成2毫米的薄片,然后切成小方块,放入电的吸油脂货柜胶垫的烤盘上,烤箱180克。 烤箱180度上下火,这风循环,预分后放入中层,烤20分钟左右,表面金黄即可出炉,冷却后,密封保存。 烹饪技巧。 一,由于不同牌子的面粉吸水量不同,所以牛奶的量可以适当调节,逐点加入至面团湿度刚好就行,二这饼干也可以用饼干模具印出小块,不需要切的哦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拍摄